重点地区或国家入境的人员应该怎么做呢? 一、做好个人防护,入境人员无论在乘坐飞机等交通工具时, 还是在机场等室内环境中时都应佩戴口罩, 注意手部卫生、勤洗手,避免随意触碰自己或他人的口、眼、鼻等部位。 二、如实上报信息,在填写健康声明卡时,如实填写自己的信息, 不可谎报、漏报、影响工作人员判断。 三、配合工作,如有身体不适,不要刻意掩饰, 出现发热时,不要服用解热阵痛的药物, 以便工作人员观察真实的表现。 入境后,按照规定在特定区域活动,避免到区域外, 如实隔离治疗,也应及时配合进行隔离治疗, 避免到隔离区域外或拒绝治疗。 四、稳定情绪,不良的情绪可能会影响判断力和行为, 造成不良后果,入境人员需要稳定自己的情绪, 并非语言请。